自從我上任以來,實際上香港的大學很政治化 有很多本來與大學的學習和研究無關的政治議題都拿來校園 成為衝京大學,影響大學運作的事情 到了黑暴,很恐怖 以前沒有想過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 包括學生有一部分,絕小的,非常偏激 甚至傾向暴力去解決問題 因為他以為自己代表了燈理、公義等等 這也很恐怖 與其他大學,我們都經歷了這個痛苦和令人傷感的時期 幸好有了港區國安法,找來了香港 在現在的狀況之下,我們基本上的秩序是回到正常的大學 以前那些會直接影響令到學學 所以我們能夠不面對這些政治問題 政治波尿現在是少了 所以我希望這個好的開始 以後我們可以將我們的精神 通通放在提升教育質素 提升教職員和學生做研究的研究質素 以及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我希望這個將會比較順利發生 大灣區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反映它的新高度的重要性 我們在最新的策略發展的維修之中 有一個新開一個領域 其實我們一開始已經想著 我們不一定是需要一個獨立的校園 所以獨立的校園需要很多資源在背後支撐 尤其是包括政府的財政支援等等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開始做了一頂 是屬於在大灣區不同的大學不同的合作 另外一個合作是有關大灣區的社會管治這個方向 另外我們與另一個大學 每一大學合作是有關老年退休科 我們最近與廣東工業大學合作研究 是一個研究一個服務 研究方面是有關產液電和物流的研究 我講這些都是聯合研究科目 其實與這些學校我對於不同內容的課程的合作 課程主要都是石士博士為主 但是我們也都最近與深圳大學簽了一個合作協議 包括本科的合作 可能是出學位 這邊讀兩年 那邊讀兩年 另外一個我們都會探討 有否可能在大灣區建立一個領南的校園呢 或者不是校園 或者在現存的大學之中建立一個聯合學院呢 在這個十四五號規學之中呢 特別突顯了幾個中心 其中一個跟領大有關係的就是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我們已經決定了成立一個叫做環球中國文化高等研究所 它的重點包括中國語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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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很多高层次的發表 學術文章發表的平台 所以這裏也是它能夠跟西方 國內那些研究中國文化很出名的大學合作一個基礎 環球中國文化研究院之外 其實我們還會做三樣其他東西 令到起到一個相扶相承的作用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存在了一個叫黃鼎麗 音樂及演藝單位 第二個就是我們將會建立一個展覽館 展出中國傳統的藝術精品 亦都可以跟那個研究院舉行活動的時候 大家互相配合 第三個可能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希望在恰當條件之下 我們可能會成立一個 以研究中國武術的歷史和哲學的一個單位 推廣中國武術 尤其是華南的重要武術門牌 我希望這三個不同的相關的部分 都可以跟剛才我最初講的那個環球中國文化研究院 大家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